而在春节期间 一名周姓民众带着家人到石门洞来游玩 没想到意外爆胎 在求助无门的状况之下 刚好遇到巡逻远警上前帮忙 更换备用轮胎 而这样的举动也让周姓男子一家人相当感激 农历春节连续六天的假期 加上天气稳定 许多人都开车出游 不过在大年初一 一名周姓民众带着家人 到石门区的著名景点石门洞游玩 没想到意外的爆胎 而周姓男子发觉这里相当偏僻 加上打电话问周姓的修车场 都没有开门非常苦恼 还好当时遇到巡逻的远警发现 主动向前帮忙 就是因为可能就是春节期间 对那我们这里 就是北韩一带的修车场 都是没有营业 对那他自己市区的 可能认识的车场 可能不方便过来 还是对有其他原因这样 远警表示当时巡逻经过 看到周姓男子的车辆 停在石门洞前的转弯处 担心发生意外 因此向前查看 而当时身材高大的远警 彭川恩了解情形之后 立马卷起袖子协助更换备胎 前后过程花费不到30分钟 后来就是了解说他是因为右后车轮爆胎 对那因为因为我们这边假日 那修车场都休息 对那我稍微了解他的状况之后 就是就是帮忙 就是帮忙他帮他做更换人胎的那个事情 对于远警的帮忙 周先生向警方表示 一直以为警察总是很严肃很难靠近 没想到竟然会亲自协助更换备胎 充分展现人民保姆的亲和力 若当时没有远警的帮忙 可就要花大把银子请脱掉车 那可就影响了出游性质 记者是端艺 师妹猜谱不到